我們盤點全球各國的軍力 你相信印度會超越英法嗎 這不是隨便說 說這是一個最新的媒體 美國媒體的排名 先來看看一個 印度媒體所報導的英勇事蹟 我想說他是黃飛鴻 還是有特殊的武功 很厲害 有一位少尉 單槍匹馬打傷了15個解放軍 在印軍還被頒獎 還有影片還有各種宣傳的媒體新聞 這是在2022年11月27發生的事情 所以有50名的解放軍 試圖要佔領在印度的阿塔里哨所附近 結果這個哨位就單槍匹馬 打傷了15個人黃飛鴻一出 就把他們給擊退了 阿塔里距離印巴邊境 大概有3公里的距離 印軍說解放軍在這裡 發起的進攻不可能的 所以中方認為 這個是印度軍方在編故事 不知道 那有這麼厲害嗎 來看看印度是怎麼閱兵的 這段畫面 機車啊一起疊在一起 這個閱兵表示機車疊羅漢 軍力很強的意思嗎 馬戲團 好有趣喔 看看可以這樣翻跟斗 這是人耶 雜耍 好強喔 這樣是把人掛在上面轉就代表軍力很強嗎 另外我們可以再來看看另外一個畫面 印度要徵兵 要求是什麼 要升高還要吸氣良胸圍 看畫面 這個是在推小朋友 看他們能夠撐多少力量嘛 然後要吸氣良胸圍 我想這個很特殊的標準 像這樣的印度的徵兵 各種軍種的演練 大家的看法怎麼樣 是不是還蠻特殊跟傳統的 但美國的有一家媒體全球火力 他發布了2024年各國的軍力排名 美俄中印分居前四名 美國隊長第一名可以理解俄國第二 印度 中國 因中國是第三喔 然後印度是第四喔 那如果我們光以核武的數量來看 英法兩國不管是核武數量品質 他們要賣的飛機所創造的這些武器 目前當然都在印度之上 結果印度就連洲彈 洲際彈倒飛彈都沒有的時候 現在還被說排在第四 軍力排名第六更為合理 甚至不知道是多少 總之英法是不是覺得奇怪了 印度這麼厲害 難怪會有一個一打十五的 這個阿兵哥出現嗎 然後所以在中國的中國大陸的部分呢 包括了跟印度的關係 現在是有點緊張的 所以調停緬甸會是一個關鍵嗎 有一個若開民族軍 他聲稱已經奪取了緬甸的 重要的戰略重鎮 這個地方是在青邦的百利瓦 那麼若開民族軍 他說奪取了這座城鎮之後 就會開始對於跟孟加拉 印度接壤這個位置 展開各種可能的影響力 已經變成沒有軍政府 軍委員會的地區 是不是也有可能 各種開戰的可能性 在緬甸現在正在衝突當中 而中緬的合作呢 包括在軍事上各種合作的事件呢 也威脅到潛艦的基地嗎 他們有個報導說緬甸內戰當中 中國當調節人要求緬甸要執行 這個一個港的租借權99年嘛 結果在這個港裡頭 對印度可能造成嚴重威脅 這個港甚至距離印度 剛剛講很強嘛 英發的嘛 這個印度的海軍 未來的核潛艦基地相當接近 只是未來的核潛艦 因為根本也還沒有完成 還在建制當中 所以呢光以這個戰略 珍珠鏈的這個戰略地位來看 就在實施著這個珍珠鏈戰略 通過印度洋沿岸國家 建立一系列的港口 所以才會讓印度 甚至美國都會很緊張 鴻海危機當然還沒有解除囉 鴻海的局勢一帶一路 反而因此受惠了 鴻海的船隻過不去 整個航運的這個物價大漲 可以不要漲到十倍以上更多 但剛好一帶一路 現在建制完成之後 走路路突然非常的搶手 成本也低很多 甚至中歐班列的運行圖之後呢 鴻海危機發酵 鐵路運輸都被擠爆 那現在尤其是在 美軍進行的轟炸之後 後續的衝突的可能蔓延的情況 還不知道 現在是看起來還不在擴大當中 但是大家還是不敢走啊 鴻海危機還是影響了所有的供應鏈 那麼因此呢 這個中歐班列 一帶一路相關的路線 反而是整個大躍進 突然在 本來他們就在蓋了那麼多年 在這樣的危機裡突然突現了整個區域裡面的重要性 你看看印度 看看中印 看看這樣子的一個國際 印度開心就好了 他們拍了這個保萊塢的神劇把它當成真的來演 這不簡單 不過我們看具體的案例 我想觀眾朋友應該記憶還很清楚 2020年中印邊界衝突 中印邊界的時候這個是有歷史記錄 而且有官方的記錄 雙方用冷兵器直接對打 徒手了 就直接打 打完了以後 中方死了四個人 一位受傷 印度呢 死了二十個人 然後有七十六個人受傷 十個人被俘虜 這個是活生生的例子 印度也承認了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解放軍人數比較少 印軍人數比較多 他們需要進行埋伏 結果印軍反而被打得落滑流水 其實道理很簡單 解放軍的這些士兵 大部分是年輕小伙子 那印度呢 他們當兵 是當到三四十年 三四十歲的戴友人在 所以印度的軍隊 然後看影片都還要管這個息息 因為他們可以 他們當兵可以比較多的待遇 錢比較好 然後他們可以一直演繹 所以他們當到三四 三四幾歲的 年限會比較長 年限很長 而且他們當兵 因為他們窮 窮的話當兵有很多補貼 所以印度人他們想當久一點的兵 所以他們很多老兵 很多老兵 然後這些老兵的體能狀況不是很好 那我覺得 但是他們開心就好了 只要印度人開心 一切都OK 只要頭戴都搖一搖就好了 就盡量搖 反正他們開心就好 然後經濟也很棒棒 平均差距大 對 平均 好的很好 對 然後 但是人均所得實在是低了一點 可以再多賺一點錢 反正他開心就好 但是我覺得有關於中國大陸的一個大戰略的一個做法 其實交票港就是說在緬甸 緬甸中國大陸本來就是跟他們有租借兩個港口 一個是石對港 一個是交票港 那這兩個港口 那這兩個港口其實就是要減少往這個馬來西亞新加坡 就是南海的這段旅程 因為這段旅程 馬來西亞海峽很容易被控制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你要確保你的航運安全 對 你最好就是從巴西斯坦 例如說吉布地 然後就是紅海那邊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在阿拉伯海 阿拉伯海一出來了以後 就到巴西斯坦 然後瓜達爾港 然後瓜達爾港有一部分的貨物就直接進新疆了 另外一部分就進入緬甸 再從緬甸 那麼也就是進入了雲南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話 它就不用再繞到整個東南亞了 然後再繞到南海 所以它節省了油錢 節省了時間 而且它的海軍的這種護航的壓力 也比較減輕一點 這個都是好的 好 但是因為你這樣一部署以後 就形成了對於這個印度的整個包圍圈 因為你從吉布地到巴西斯坦 到斯里蘭卡 現在到馬爾蒂夫 然後再到孟加拉 再拉到緬甸 不是剛好把整個印度夾得緊緊的 那印度現在氣到不行 就是但是印度一點辦法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印度長期來對它的鄰居不友善 所以這些鄰居很願意 跟中國大陸做朋友 那不太願意跟印度做朋友 只是因為他們長期被印度人欺負 我覺得一帶一路 十三年下來 你看到成果已經出現了 好 所以包括烘海危機 還沒有解除的時候 才會突然讓整個國際之間 連航運 供應驗都出現問題的時候 一帶一路跟中歐列班 才會引起了大家高度的關注 印度的軍力在美國媒體的排名 居然排到第四名超越英法 怎麼看 將軍 那是他是因為靠數量 你看他的整個閱兵的陣容 跟馬戲團一樣 都是雜耍 然後還會劈磚頭 然後拿腦袋去撞木頭 就是這樣子要劈磚頭 那個不會是戰力 戰力就是能夠操縱先進的科技裝備 先進的武器 然後發揚火力 是這個樣子 不是那個雜耍 然後拿頭撞來撞去 這個不是 他能夠憑這個 我認為可能是因為人數 你看 包含英國 包含法國 他總共的軍隊人數才20多萬 但是印度的正規軍140萬 是他們的七倍 靠量取勝 印度的後備軍人110萬 兩個加起來是250萬 原來是數量取勝 印度曾經還打那個戰略導彈 一打之後大家都躲起來 因為為什麼 失蹤了 他的彈道飛彈出去之後 找不到了 失蹤了 對 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印度的國防科技 印度的米格機跟蘇凱戰機 向俄羅斯買 印度的幻象戰機跟標封戰機 向法國買 是這個樣 你看印度14億人口 你看他有哪些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就光榮戰機 他有的翻譯叫光輝戰機 就他自己做 其他都是進口的 而且他進口的 又有俄式進口的 俄國裝備的 有從法國進口的 有從英國 歐洲進口的 現在開始中國也有 他的補給系統很複雜 你這個系統一多之後 你整個後勤補保是很難的 因為這個零件不能換到那一塊的 因為這是俄式系統 這是法式系統 這是歐式系統 都不一樣 所以他發揮統和戰力 統和武力是有問題的 當然他這個看起來好像 我認為他這個是有視覺效果 視覺效果 但是沒有戰力效果 賀主敵方的效果 你看人在那邊玩那個大轉輪 我認為是視著效果 你真正上戰場的時候 那不堪一擊 那我們先來看緬甸 緬甸的內戰已經打了74年了 到現在為什麼 因為緬甸 它是橫斷山脈 這個高山郡里 地形是分割的 那沒有辦法 你去剿滅 它那個有地利之變 政府軍想要去過去剿滅的時候 沒辦法會吃虧 那個各幫的瓦幫 單幫還有這些聯盟三兄弟聯盟 它會一役代勞 變成這個樣 那現在他現在竟然 這個緬甸總共有21個省跟自治區 真正安全的就6個 另外15個都是在打仗 那個都軍閥割據一樣 是沒有辦法的 那現在剛好 那中國大陸剛好 你的腳包港來救我用 我這樣的話不會美國 美國會卡脖子嘛 因為從安達曼海峽之後 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 太遠了 美國會卡脖子 那現在腳包港直接 路上運輸就可以了 世界不平靜的地方很多 除了我們主要的俄屋 跟這個尾巴之外 你看看緬甸 中印 一樣都有很多的不安分的成分在 我是覺得啦 就是大陸既然有業問 所以印度 有個印度版業問 也是一個打十五個嘛 對不對 你們一個打十五個 就是一個打十五個 我覺得這個也各自宣傳 這個沒什麼無可厚非啦 那他們要去量胸圍 是因為印度傳統上認為 胸肌越大的男人 就是越雄壯回 對他們的觀念是這樣 所以他才要去量這個 聽說你如果胸圍真的夠大 會特別去選你當一些 特殊的兵種啊 或什麼東西 就待遇會比較好 所以他們都是一定要把它撐大 那至於說中印之間呢 我必須講 印度是一直把中國視為對手 可是中國其實並沒有那麼強力 把印度視為對手 因為中國是把自己的對手 視為是美國的 所以我覺得印度有的時候 他自己眼前的東西不搞定 很多東西他根本還不到這個層次 比如說像剛將軍提到 他有光輝戰機 他有戰車他有阿瓊戰車 可是你知道嗎 連印度軍方都說我們不要用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下一個議題囉 選前最常看到這個自由時報頭版頭的內容都是什麼 借選啊 中國借選 那現在選完了 頭版頭是什麼 抖音好恐怖哦 抖音有這種做票的影片洗腦 學者說再不設防的話 我們會亡國啊 芒果乾來了 這次是抖音會讓台灣亡國啊 這個報導是這樣的 賴清德以40%的基本盤 最低基本盤 繼續靠抗中維持的時候 現在什麼都不行 剛剛講抖音不行 還有什麼不行呢 我們來看看寧夏夜市 開放跳舞 跳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抖音上面的柯木山 對我差點跟不上 柯木山現在很流行 年輕人都在跳這個 柯木山在跳舞 就說是被抖音洗腦的 你看這種做法呢 武統台灣舞是這個跳舞的舞 武統台灣啊 完蛋了 寧夏夜市水準之低側翼 全部都去攻擊他了 那要對自己文化有信心 這是講萬安的喊話 其實這樣講 我們快要農曆過年了 那這些旅行的策異 也不能過龍泥年 這個是中國的年 不是嗎 所以年輕人 連跳個舞都要被黑 說是只要這個 寧夏夜市辦這樣的舞 就是被抖音洗腦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王定宇甚至說 抖音啊 TTAG來自中共 如果無法改善假訊息散佈的話 就要修法禁止 這很早他們就提出來 現在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假訊息 大家全民最有共識是什麼 就是選前那個假訊息 不是把這個火衛星變成飛彈嗎 現在國防部說 我們會調整 我們會調整 調整什麼呢 以後啊 威脅的樣態不斷變化 來自於對岸 所以呢 我們會更新海空的動態示意圖 精進公佈的方式 從那個假的假訊息一直精進到 可能包括戰機起飛啊 距離高空的氣球資訊 我們都會立刻發布 像讓民眾更了解 台灣實際的安全狀況 這樣真的有安全嗎 大家會比較放心嗎 我是不太放心 那外媒怎麼報導呢 拜登啊 有亞洲的四面盾牌 盾牌是拿來什麼 拿來擋的嘛 就是隨便用話來 沒關係換一個就好 四個盾牌有南韓 日本 台灣 菲律賓 所以呢 南韓 當然有北韓在虎視眈眈 尤其是北韓還修憲 把南韓列為頭號敵對的對象 不再以和平統一為目標 南韓還說會加倍奉還 而北韓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射飛彈嘛 今年首度射的這個彈道飛彈 被說是固態飛彈影響更大 還陸入了日本經濟海域之外 普京還會訪問千島群島 引起了日本的抗議等等 這邊的戲就已經夠亂夠危險了 而台海更是如此 在賴清德當選之後 台灣是台海戰爭的第一線 菲律賓呢 南海危機引爆點啊 動不動就有各種的漁市衝突 船隻的擦撞等等可能的狀況 所以南華早報的漫畫說 南海是一顆大炸彈 所以美國做了什麼事 重兵部署 有第三艘航艦 羅斯福號悄悄的到了西太平洋 代表了對這個地區的高度重視 跟班擔心會有風險發生嗎 那多次高調挺台 來到過台灣的前英國首相 特拉斯 現在有件事情被媒體報道出來 是根據Politico的報道說 特拉斯在去年8月 致函貿易大臣要幹嘛呢 在遊說 官說要買中國的軍武 認為中國採購掃雷裝飾 被用來兌付台灣 這個是他要求我們 他們英國可以去賣給中國大陸 跟中國方面可以有相關的軍事交流 跟軍售案 那當時最早呢 是特拉斯信中警告 禁止向中國軍售 要促使中國快速的加自製武器 反而會讓英國企業蒙受損失 所以禁止他們不如我們賣給他們 又有錢賺這樣子的概念 特拉斯辦公事就澄清了 他只是在履行作為議員的職責而已 他沒有否認 他有做出這樣的官說跟遊說 所以前英國首相特拉斯祝賀賴清德勝選之後 同時也要賣軍武給中國 那這是為什麼呢 而西方抗中到底是真的抗中 還是一方面也有各種的利益的考量 這是大家都很心知肚明的事情 因為拜登的連任大危機 是被報導指出共和黨說 拜登家族創立20多間的空和公司 從中國洗錢 金額高達多少呢 7.7億元的台幣 洗錢就在中國 而9名拜登的家庭成員從中獲利 是目前還在被指控跟調查的階段 但川普也不遑多讓 他任內旗下的企業從中國獲利啊 2016到2021年這5年 有4家房地產跟飯店這些企業 被爆料說收了超過550萬元的營收來源不乏 中國共商銀行等國營事業 所以賓哥當我們看到這個區域的不平衡不安靜之外 我們民進黨說好恐怖的居然是抖音 我覺得我們要訪的如果您跳個舞都要訪的話 那我們真的要回到蔣英國時代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不嬉皮笑臉 對 全面嚴禁 不嬉皮笑臉 對啊 全面要嚴禁 剛剛簡秋講的是老人才知道相聲感 但是呢 我跟你講 有這麼嚴重嗎 那其實同樣他們說這些什麼 包括作票啊這些東西也常在網路上傳 你以為只有抖音才在傳嗎 YouTube上一樣在傳啊 PTT也在傳 Dcard也在傳 你全面瘋掉了 就是因為他年輕選票 現在檢討抖音的錯嘛 所以我覺得這種說法實在太奇怪 而且你只去看自由這邊報導 他說學者說再不這樣設防會亡國 結果你知道那兩位學者 一個是台大電機系 一個陳大電機系 所以你訪問這種問題 為什麼去問電機系教授 會跳電 可能會跳電吧 所以我們現在網路防範是由電機系來輸導 我覺得超奇怪 超級不合邏輯的一件東西 說真的如果人家跳個舞就可以讓你亡國 那台灣已經不知道亡了多少次 我講實在話 那你今天不流行大陸的 不流行大陸的柯木山 他可能會流行韓國的啊 哪天也可能流行日本啊 那我們每流行就要亡一次啊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不要拿這種去威脅人家 我覺得你們越是這樣去威脅年輕人 年輕人反而越想看 因為網路世界你擋不住的嘛 所以做這麼愚蠢的事情幹嘛 其實民進黨怎麼失去年輕選票 就是這樣失去年輕選票 還搞不清楚嗎 你們跟年輕人的思想已經脫節了 那國防部呢 他要去更改寫得更詳細OK啊 但是那又怎樣 你寫得想不詳細 其實只有對軍事迷大概比較有意義 一般人誰 我管他從哪裡飛出來啊 發簡訊不要亂發就好了 對一般民眾來說 重點是你不要嚇我 你不要亂嚇我 重點是在這裡 你要再詳細也可以啊 你直接告訴我說 那個駕駛員叫什麼名字好了 那又怎樣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 重點是你們現在態度到底是什麼 你們現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會發警報 什麼樣的情況不發 你要訂定一個明確的規範 不要隨便嚇唬老百姓 那亞洲四面盾牌叫做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 你真的確定南韓跟日本願意幫你當盾牌 人家是這樣想的嗎 菲律賓能夠當盾牌嗎 他有什麼實力當盾牌 我都不知道 那我們台灣要當盾牌嗎 當盾牌就是給人家揍的 真的 你願意做這件事我可不願意 我們為什麼要去當這個盾牌 我們為什麼不能跟對岸好好相處 一定要彼此這樣你死我活 我搞不懂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講的跟真的一樣 這完全是站在美國的觀點去思考 可是我們是台灣人 台灣人應該站在自己生命安慰的觀點去思考 那特拉斯這個 說這個人 真的這個人我一直很討厭他 這次我覺得他做得完全是正確 你知道為什麼正確 大家記不記得 艾斯摩爾 當初美國也是逼他說你不能再賣光刻機給中國大陸 艾斯摩爾總裁說什麼 我要趁現在 中國大陸還不會做的時候賣給他 等他會做我還賣什麼 不就是這樣嗎 特拉斯其實在講同樣的事情 而且特拉斯在警告 你如果不賣給他 你逼他自己會做 等他會做他也不買你 就像晶片嗎 就是這樣的意思啊 所以我覺得站在這個角度的去講 特拉斯講的是正確的 沒什麼錯 只是 跟他平常的言行不太一樣 一邊講抗中 對啊 那我比如說特拉斯的身份是議員嘛 議員還是要為選民服務 那他的選民剛好就是軍火商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所以你以為只有特拉斯是這樣啊 我跟你講來台灣的一大堆的 美國的議員英國的議員都是軍火商的人 就是這樣這大家都知道啊 擺明了公開的事實啊 那為什麼只有特拉斯一個人要受潛責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特拉斯我告訴你怎麼平衡 你知道 你不要只賣給中國大陸 你也賣給台灣就平衡 這樣就OK了 我一直覺得他 他說挺台灣 挺台灣賣武器給中國大陸那是什麼 OK啊 你要知道法國當初也是挺台灣賣拉法葉給我們 賣給我們的同時 把拉法葉的秘密拿去給中國大陸 不就是這樣嗎 外國人都是這樣玩的啊 你懷疑喔 那至於說拜登連任這個是他大危機嗎 我真的覺得還好 因為這個從他還沒有上任就開始吵 吵到現在 那拜登也是 那個川普也是一樣 這個東西 探親八了 我跟你講美國的司法制度 說真的你也不用對他這麼有信心啊 他們對特斯人物都會非常理喻 不然的話 如果是一般平民百姓 川普早就被抓預關了 然後杭特拜登也早就被抓預關了 那為什麼他們現在都能夠到處走跳 就是因為美國對他們都還是會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認為這個到最後不會直接影響大學 那教授的平常常出現在各種平台上啊 那只要跟中國大陸有關 就是會亡國啊 好嚴重耶 哇 亡哪一個國 台灣共和國還是 台灣共和國還沒有成立 根本不會存在 而且也永遠不會成立 也永遠不會成立 為什麼 因為美國第一個就反對了 美國說我反對 我不贊成 我不支持 你搞你就自己負責啊 所以沒有國可以亡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是空話 第一個 民進黨在這次選舉很明顯的失去了幾百萬的年輕人的心 失去了 他們離開了 離開以後民進黨就翻臉了 你看這些媒體啊 這些學者啊 就開始抹紅這些年輕人 說你給我去跳那個科目山 你們這些人都是 已經是變成大陸的同路人 被統戰了 被統戰了 你們都被洗腦了 就開始羞辱我們的年輕人的智慧 你民主進步黨不是講民主嗎 民主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自由 自由包含什麼 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那為什麼我們會講自由 就是因為我們對自由有信心 對自由有信心 所以我們對民主有信心 但是結果呢 你不是你要足高牆 因為你一點信心都沒有 就代表你根本不相信民主 因為你根本不相信自由 你要把台灣封 搞1450 然後搞那個隊伍 然後足高牆 所以很明顯的民進黨根本不相信民主 因為他根本不相信新聞自由 思想自由 相信這個自由 這個自由 只有他的報紙可以寫 其他的報紙都不行 其他電視台都不行 只要跟民進黨意見不一樣 電視台都關 關關 不是我們踢台不能關 中天已經被關了 已經夠可憐了 好 絕對 絕對我們老百姓要站起來 奮鬥到底 好 我坦白說我最擔心的是美國人在他的四周 透過 透過別的國家或是地方把事情搞亂 透過韓國跟南韓 然後讓韓國去跟朝鮮打一場仗 然後兩邊兩拍沮傷 透過日本跟俄羅斯再打一場仗兩拍沮傷 他也想透過菲律賓跟中國大陸在南海打 也想透過台灣 還好我們台灣六成的民眾腦袋聰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六成的民眾 根本要和平 要安定 根本 所以賴清德才會只有四成 民進黨才會變成第二黨 而不是第一大黨 那就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的老百姓夠聰明 所以美國指揮不動我們老百姓 他可以叫得動蔡英文 叫得動賴清德 可是他叫不動我們聰明的台灣的老百姓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如果說拜登的兒子杭特的問題 會影響到拜登的選舉 那拜登當初就不可能勝選 因為杭特就是在選舉的時候就爆出來了 如果川普的問題會影響到川普的話 那川普當時也不可能勝選 川普的第一任勝選 其實他的資金的跟中國大陸有關係的 這些早就都爆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老梗 一點影響都沒有 你看這一次的川普在阿華 拿了52 51點多的選票 而且等於是碾壓 所以等於是川普看起來在共和黨 他成為唯一的代表 應該是篤定的 所以什麼報 什麼醜聞 什麼照片 什麼錄影帶 對美國來講都沒有關係 美國的選民也是沒什麼選擇 將軍你認為軍方現在公布說 威脅樣態變化 所以不斷地會更新各種動態示意圖 對我們的安全是有幫助的嗎 對 它更新海空動態的示意圖 就可以知道 就是要降低中共在台海周邊 尤其是空中活動的敏感度 讓人民不要太去恐慌 或者太去敏感這個狀況 現在就是中共的這個太空氣球 常常通過台灣 我認為將來的時候是 將來它的無人機會接近台灣 到台灣領空 無人機再來做 先來探 投石問路 看看台灣有哪些破口 慢慢這樣 那既然是我們要發放太空警報 可能不要發放 一發放警報 我們要損失幾百億 因為所有交通立刻管制 水電管制 晚上的或者燈火管制 公司的運作都會停頓 你的半成品都要報廢了 你這樣的話會造成外資跑掉 外資出逃 所以將來可能 中共會拿無人機先做試探 進入台灣的領空 無人機OK了 破口找出來了 將來中共的友人站 就會到台灣的領空上面 那你會不會發放防空警報 原則上不會發放 因為他講過了 第一個他沒有對台灣實施攻擊 第二個他沒有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變成這個樣子了 上次衛星也沒有通過 一些在搭氣層以外 因為那是選舉 選後又不一樣了 所以無人機通過沒試 選前製造也會緊張 選後已經沒有政治價值了 新版我們就公告了 因為將來我們知道 剃球通過無人機做試探 將來有人機包含戰機 包含輔助戰機 都有可能進入台灣領空 大家現在先公告新版的 我原則上不發防空警報 換句話說 他那個時候沒有發防空警報 因為他已經是新版的 新版的不公布詳細的位置 詳細的距離 甚至它的高度 大家有時候給你模糊 因為我們看抖音 抖音要近了 我認為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對民主沒有信心 對人民的 人民你越近他會越好奇 我們是民主 民眾黨這次已經選到很多影片 在抖音上面 不用去怕 你民主是要有自信的 你現在就對民主沒有自信 因為它抖音會影響到 我們的價值判斷 我們的政治判斷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信心不夠 第二個我認為 低估人民的智慧 我們看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不會判斷嗎 低估了我們 我們是白癡嗎 不會嘛 還不過給他教訓 對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認為低估了人民的智慧了 人民社會大眾是很有智慧的 另外講到那四個 我們講到盾牌 這個是個棋子論 換句話說 美國在後面下指導期 那這四個 不管是朝鮮半島也好 台海也好 或者是南海也好 這些都是美國的棋子 美國在下棋子 然後由這些四個棋子 這些國家不管是韓國日本 或者是台灣 或者是菲律賓大頭陣 那美國在後面 這邊做一個 下指導起變的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要想到 這四個國家 都想到 不要被作為下棋子的 被下棋子的一個角色 觀眾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 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集 也跟我們一起討論 國際以及國內議題 選候新局的來賓 國際政治專家 賴岳謙教授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產媒體人謝寒兵 兵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退役空軍中將 張延廷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選候一個 史上最少得票率 也是民意基礎最低的總統 40%當選之後 還是什麼事都可以原諒嗎 我用還是 是因為先前 總是已經有太多議題 讓大家覺得不可以接受了 結果選候以他的得票 人民有沒有給他的政黨教訓 也許在立委其次展現了 但他還是當選了 所以什麼事都可以原諒嗎 那麼幾個人 哎 又出現了 消失了一陣子的趙天玲 記得嗎 黃潔在選舉期間呢 就算趙天玲說他怎麼樣 全力的輔選 銜接資源給他 但他的臉書啊 各方面的這個各種的平台 都看不到這兩個人會同台 合照 現在再度同台了 為什麼呢 因為民進黨擁言會宣布 黃潔決定加入了擁言會 因為擁言會 一度被說要被滅會 如果張天玲 這個離開之後 又沒有其他人接上的話 擁言會沒人啊 結果王定宇也再度跟嚴若方同框 只是房東跟房客這次站得有點遠 好 所以民進黨區域立委派系 我們來統計一下囉 新潮流系最多有14席 政國會8席 英席5席 永遠會現在加了黃潔 才總算勉強住了兩脈的香火 還有蘇席跟其他的這個 包括王世堅等等不同的派系 其中新潮流當然佔了最多比例的席次 政國會在第二 民黨各大派系此敲比掌的時候呢 剛剛賴清德我們討論過這個議題 賴清德宣布他要退出新潮流 這樣有助於這個所謂的派系內部的整合嗎 柯建民表態院長人選一定會是游錫坤 為了要達成派系平衡 要怎麼樣人選可以是游錫坤呢 他們有各種提案嘛 還要找這個民眾黨的各種人選 來加入民進黨的閣員的提名 好 那總算選後 當人民說要有支持的權力的時候 賴清德當時以副總統的身份說他同意 所以要公佈高端合約 但是選前不公佈 當選人後就公佈啦 但公佈之後呢 選後三天 大家的討論是什麼 疾管署下午又開了臨時會 來回應這58頁的高端採購合約 大家苦苦的等啊 等到了以後啊 那其中一些各種價格啊 時間先後順序等等的 大家有很多疑問 不過陳子聰又跳出來了 他說世界都看得到政府的誠信 為了高端保密協定 受禁攻擊也沒有讓步 我們橫手約定 那當然王必勝 甚至又再度的甩鍋到馬時代 他說馬時代的指揮官朱立倫 也跟廠商簽過疫苗的這個採購合約啊 保密協定7年 台灣是法治國家 簽約就應該遵守嘛 那重點在這裡嘛 重點在於就合約內容 除了價格 董事會內容流出來之後之外 時間點 為什麼可以在相關EUA同意之前 就可以簽訂價格 甚至比董事會上面 主題的價格都還要高呢 徐曉欣就說還沒解盲 就知道有效期限10個月 那其中內容很簡易嘛 沒有太多細節跟規範疫苗的標準要求嘛 那這個徐曉欣說 高端取得之前就決定展延效期了 還沒解盲成功就已經簽下約了 今天下午的最新記者會讓羅一鈞解釋 契約中規定廠商交貨 必須依照食藥署的規定 延長效期 就先簽再說啦 總之高端110年5月28簽的這個合約 就已經簽好要效期的展延 其中就有很多EUA都還沒有完成 到底如何要求 會不會過關都不知道 那各種的交付跟這個內容 卻又是在EUA之後才被要求保密 是不是有疑慮呢 那高端這個解密 賴斯堡就 就一點他覺得很奇怪 像電影情節一樣 他說呢 被法院調查了還要先通報 來必盡量的隱匿 之前法院調查這個高端炒股案的時候 是不是也先通知廠商啊 我要去調查你啦 我們約好了 然後再說呢 所以各種梗圖當然是大作啦 全部綠燈的這樣陳時中咬燈泡的畫面 也是各種網路上 梗圖的必然的這個消遣的對象啊 小組署長吳秀梅 7月18號召開專家會議 決定審核情況 就照程序走等等的 不會特別通知廠商 但事實上就是有這樣的內容 跟方向在發展當中囉 那高端合約公開之後 亮哥他怎麼看 他說這個採購定價直接寫在合約裡頭 啊這個價格怎麼做出來的 定價依據沒有講 也就是說 溢價的空間是一口價嘛 還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 那尤其是錄音檔的疑點更多囉 當時在選前有候選人提出來 董事會的疑似錄音 讓他去提告了 他不是說他是假的 而是說錄音檔是怎麼取得 或者斷章取義等等的 那甚至 股東名單也一樣 只是告說你這個 非法取得 但沒有說是假的 然後呢 那這些當初 賣XXX喊價要950塊 莊人想說我們有殺價了啦 把它殺到880 一八百一十塊沒有更貴 其實人家在董事會那邊的內容說 只要七百塊就好了 他可以這麼高來買 那要五毛給一塊 到底是誰賺了 又是誰贏了呢 兵哥那現在選完了 那很多 這個可以付出的都付出了 趙天玲 大家都可以回來了 這個民主的價值 在他們身上的體現 也就 陶鬼 新的鬼沒什麼事了 我覺得 他們這樣做我很 樂意啊 我很非常欣然看到他們這樣做法 我本來也想說這次黃捷選的這麼好 趙天玲大概這一輩子政治生命結束 因為他那個區域沒了嘛 黃捷就這麼年輕 恐怕將來就沒機會 結果他還出現哦 然後永遠會沒有排懼他哦 表示他們都是贊同這個價值嘛 很好希望 永遠會盡力發揮這個價值 不過永遠會會 會贊同這個價值也不奇怪 因為王定宇跟趙天玲兩個都差不多 所以 這可能是永遠會的 這個終極目標吧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很好 就照這個方向去前進 OK的 沒問題 那至於說 立法院長這個東西 我覺得 他們如果夠膽的話 幹嘛推游錫坤 推王定宇啊 對就這樣來幹啊 我覺得也不錯 人家 王定宇也是很有資格啦 王八千委員 所以 我覺得 民進黨越是這樣亂搞 越可以凸顯 台灣人這次做了什麼樣的一個錯誤的決定 那這個錯誤的決定 選擇公佈 選擇公佈 我跟大家講就炒這兩天啊 因為 這幾天大家都在忙著合眾聯合檢討敗選 然後彼此之間勾心鬥角 然後新的 委員還沒上任 那有些舊的委員可能已經要卸任了 就在這種兵荒馬亂之中就要趁亂告白 然後 直接就 就這樣崩出來了 他預期就是高端這個東西炒不久 他們選了一個最好的時機 那所以民進黨的心機是非常非常深的 可是這個合約 你這樣猛一看你就知道 他當初為什麼不敢公佈 因為問題實在太多了 這整個合約根本就是為高端量身打造 而且是 高端當時還在做實驗 他到底會是個什麼東西你都不知道 時候你就幫他擬好這個合約 更奇怪的是這個合約的前身 他不是按照疫苗合約去擬的 他是按照政府的工程合約去擬的 這超奇怪 我們在跟高端簽約之前 我們不是已經跟 AZ他們都簽約了嗎 那你為什麼不拿國際的疫苗的合約 來做範本 就去拿一個政府的工程合約來做 你都還要減價條款 這超奇怪 減價條款就是說 你的東西可能沒有達到我的標準 但是我可以降低價格 一樣跟你買 這種東西在疫苗 疫苗打在身上 如果不符合標準會死人 疫苗不符合標準就是根本不能用 你怎麼可能去採購呢 但他還是這樣做 那當然最後沒有用到這個條款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記得 疫苗當時高端剛開始出貨的時候 不是一團混亂 加如其交貨都沒辦法交貨 有沒有像沒人知道吧 那個疫苗根本到最後還被食藥署退貨 結果人家跑去問吳秀梅 說這個高端是不是疫苗 那個狀態不穩定 吳秀梅說 不會啊 有的不符合標準 搞不好是更好的產品 這種話都可以講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從頭到尾都要幫他護航 然後更扯的就是什麼 我剛剛聽到薛樂言講 他說 買東西就是要付錢啊 付41有什麼不對 對 買東西是要付錢 但是有人付41 然後不知道自己買的是什麼東西嗎 有人這樣買東西了嗎 你買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在幹嘛 過年到底要買福袋是不是 拆開來才知道它是什麼 Surprise 這樣大家很高興嗎 這是要打在人身上 這是關心到人生命安危的事情 可以這樣開玩笑 你整個條款它設定的就是 管理高端能夠做什麼東西出來 我政府就是要買 就是這樣子而已 整個配合都是這樣配合 然後EUA出來之後 還立刻延長保密時間 就像什麼意思 然後賴事寶也抓到了 為什麼 就是 要特別保密 然後法院啊 或這些立法院啊 其他在問的時候 你要盡量不讓他知道其他東西 今天假設我們公佈了所有的合約就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能公開 有什麼不值得公開 到底有什麼鬼機密 這不是很莫名其妙嗎 然後 現在衛福部還在跟我們邀功 說本來是900多高端百二950 我們把他殺價殺價殺到881 你見鬼啦 高端只有 只有中華民國政府一個客戶 而且他全程接受你的補助 所以 你跟他殺什麼價 他的成本是多少 你應該都知道了 你直接告訴他我政府要就是這個價 不要你就沒有 你一記都賣不出去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跟他有什麼好殺價 他講的跟真的一樣 在我看來就是你跟高端根本串通好 你們合意就是這個價錢嗎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到最後就是誰賺走 在我看來就是有人賺得很高興 然後全民啊生命安危去幫你買單 陳正中講得很驕傲 我們還幫廠商我們守了信用 守住了廠商的機密 事實上是這樣嗎 因為現在很多專家還在問 不只是這個合約而已 我們還需要知道EUA審查的過程 到底審查有沒有符合這個內容跟標準 還有其他的公開資料 一直都看不到呀 沒有見不得人的話就全部透明化 所有的學者專家 民眾想要知道的 就全部都透明 全部都公開 資格權利啊 還有局限的資格權利 沒有什麼不可告人嘛 那我們當然當權 我們當時希望選權公告 他們就是打死不從 敵死不從 選後公告 那公告的一半 我們要知道是全部 那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公佈全部 我覺得這個 韓濱說得很清楚了 其實我們有幾個疑問一直要問的 第一個就是你的定價權是怎麼計算 政府的定價權是怎麼計算 你本身政府有專業的生計的人才 他在疫苗的過程裡面 他應該知道這個疫苗的生產過程中 生產的成本支出 還有他的風險跟利潤 然後國際之間的疫苗的價格 彼此之間的比價 所以你要有定價權 那你政府的定價權到目前為止 沒有公佈一個標準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它的安全性到目前為止 第三期報告都沒有出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買貴了沒關係 至少要讓我們人民打到安全的疫苗 可是到今天為止沒有第三期報告 所以安不安全 無從定論 第三個就是有效性 也還是無從定論 安全有效定價 我們都一無所知 還有你剛剛講EUA的審查過程中 審查過程中 各委員 各專家 他發表了什麼意見 發表了什麼看法 他手上拿的文件是什麼 是誰給他的 我覺得這一些 你看現在更多的疑問提出來了 我覺得目前來講 賴清德 因為這個事可能跟你無關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跳脫 當事人 你沒有必要把自己捲入這場浑水 你應該以 新的總統的要求 說滿足所有各方各界 提出來的疑問 他想要看的文件 都讓他看 我覺得這個是你賴清德 第一步可以做的事 你要努力做到這一點 你把整個攤在陽光下 讓人家知道說 你賴清德 確實是乾乾淨淨的 你不會巡師 不會護短 你不會包屁 你不會讓藏物納購 在你的政府中能夠發生 我覺得這是賴清德 你可以做的事 第二個 我覺得民進黨的派系結構 已經定型了 成為文化了 不會改了 那因此 派系的利益 會不會大於黨的利益 會不會大於我們全體 國民的利益 我坦白說 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他們的派系利益的鬥爭 絕對是會非常的激烈的 目前新潮流系 總算熬出頭來了 經過幾十年 一直甘居老二老三 躲躲藏藏 潛龍悟動 到最後現在 溶性在田了 你已經掌握權力了 每一個人開始 成為一個要腳要跳出來 不過我最後講一個 您提出游錫坤 沒有問題 提出任何一個人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不進來當選 你是第二大黨 現在國民黨是第一大黨 民眾黨只要按照他的承諾 我再強調 民眾黨只要按照他的承諾 第一個 不在乎誰當院長副院長 第二個 團進團出 所以你們要不就 而且民眾黨 你沒有必要去躺 藍綠的渾水 因為你說你是要跳脫藍綠 所以你應該第一輪 提自己的 政府院長的候選人 所以各黨都不會有人當選 你就第二輪的時候 你就退出來 由他們兩黨去廝殺 我覺得民眾黨 這是對你的最好的建議 要聽進去 因為高端疫苗 它這個價格過高 881塊錢 那時候美國輝瑞的BMT 也只不過630塊一劑 我們比它還貴250塊 每一劑都貴250 那應該在講 美國的疫苗應該會比較貴 為什麼它運輸成本 時間成本都算進去 航空運輸過來了 我們在地的生產 為什麼還那麼貴 而且美國那個是成熟的 美國是成熟的 我們這個還在驗證階段 剛驗證完畢之後結束 價格就那麼高了 所以你看看 這是不是有 我還很想知道 陳大一是誰 可以讓他一直綠燈的是誰 到底所謂違和 這個非常的清楚 大家一目了然 此地無銀三百兩 非常的清楚 而且是選後 現在來檢討了 來選後公告 也是為選舉來護航 這很清楚的 為選舉來護航 第二個我們來看 這個有效性 BMT它畢竟是成熟的 我們這個高端 所出產的這個疫苗 畢竟太太剛剛成熟 這個可靠度 到底如何 臨床實驗都沒有做完 對嘛 都沒有 可靠度如何都是有問題的 價格還那麼高 刻意 定霸王條款 就是為了圖利 這很清楚的 我們可以這樣來看 你從價格那麼高 而且刻意延後 這個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們大家知道 現在當然沒這個感覺 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大家極其如綠倫 非常危急的 每一個人都像金公之鳥一樣 因為疫情它是鋪天蓋地的 大家不是每個戴口罩嗎 我們那時候搭捷運的時候 那捷運上幾乎沒有什麼人 整個捷運車廂大概兩三個人而已 為什麼 大家馬上疫情很嚴重 那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時候我們還要 這個時候把BMT把它擋住 然後去等這個高端的疫苗 大家可以想而見之 它究竟是為了什麼 價格又那麼的貴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從價格 從有效性 還有時間的急迫性來看 高端都是很有問題的 而且那時候還沒驗見成熟 我們知道動物實驗 有人體試驗驗證完畢之後 還要看看有沒有副作用 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後遺症 因為這個後遺症 不是立刻顯現的 可能住完社之後 1年2年3年5年之後 後遺症爆發了 那個時候沒辦法了 要知道這環境 整個動物跟人體的試驗 它是一個很嚴謹的過程 要避免 避免副作用產生 讓人 讓我們所接種的 這個 所接種疫苗的 沒有其他的副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價格又那麼的貴 比BMT貴了 每一劑都貴250塊錢 所以我們看樣子 沒辦法去接受 又不成熟 時間的急迫性又不達成 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原來這個高端的疫苗 這40億那麼多的錢 是有問題的 大家的懷疑 我認為也非常的合理 大家都會這樣 這樣的來 當初為什麼不用 要去買外 不用買現成的貨 你不要 你要等這個不成熟的貨 顯然是有沒有什麼 這個在霸王腳管上 是不是有沒有特定圖利的對象